整體住宅樓市於長假首日交頭未見突出 二手繼續水深火熱 劈價愈來愈狠 市場消息透露 九龍塘豪宅各保一個低層福息戶 二約二千萬元連車位逆手 原業主持貨十一年帳面慘輸一千二百萬元 另外四個月未錄成交的麗芝各萬克頓山 靠劈價近一千五百萬元 或百分之三十七開債 九龍塘豪宅各保置被踢爆 天台無為難後 鹿丸二手多年來佛人問津 即使成交 幾乎大部分軍洩讓 市場消息指 鹿丸低層起失福息戶 實用面積一千四百七十四方尺 四房商套設計 二約二千萬元連一個車位逆手 實用冊價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八元 蘋果新界上車盤 原業主二零一二年 二約三千二百一十四點二萬元買入 持貨十一年帳面慘虧於一千二百萬元 或百分之三十八 另外 四個月未錄買賣的荔枝各萬克頓山 中靠PGA for開債 香港置業高級首席聯席董事吳智輝表示 萬克頓山一座中低層裏塞 實用面積一千三百六十一方尺 原則套四房 望為港海景及原景 原業主二零二一年一月一度以四千萬元放盤 隨後收回物業只作放租 直至去年八月重新以四千萬元放售 為建市放淡淨 速度減價 對劈一千四百六十二萬元 或近百分之三十七 中以二千五百三十八萬元售出 實用冊價一萬八千六百四十八元 原業主二零一零年一月以一千六百一十萬買入 帳面仍賺九百二十八萬元 新盤方面 雖然多達二十個新盤推出中秋及國慶置業優惠 為購買力仍未重投流市 綜合市場消息 昨日主要新盤僅六五中成交 包括中洲置業旗下火炭升海提案 中洲置業營銷策或總監楊聰永清 升海提案二座十一樓F室 實用面積774方尺 三房套年工作間 成交價一千四百七十點一萬元 尺價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元 項目約兩週年沽十一火 合共套現預1.4億元 樓盤開售至今雷售八百八十五火 給金預九十一億元 平均尺價二萬零三百七十三元 據資料顯示 信和置業 00083獨資或合資的樓盤 第三季共沽一百六十一火 套現預二十一億元 其中以日出康城海拍峰聚旺 共售一百一十一火 套現預八億元 西南九龍維港匯共沽三十六火 給金預九億元 燃燃燃燃燃燃止